1989年3月29日 原新中国首任海军司令肖敬光因病在北京实施 享年86岁 肖敬光是十位开国大将之一 也是十人中最后一位离世的 在十位开国大将中 无论是谁 他们都在革命时期立下了不久的功军 授予他们大将军衔 不仅是一种鼓励 更是对过去功绩的肯定 他们每一个都是英雄人物 常言道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知识的女人 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将 他们也是如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十位大将的夫人相继离世 如今健在的只剩两位 他们分别是罗瑞卿的夫人郝志平和王树生的夫人杨具 今天就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我们先说一下罗瑞卿的夫人郝志平 郝志平 1922年生于河南安阳 家境不错 且父亲也是一位开明人士 因此郝志平长大后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如果不是日本全面清华 他的学业还会继续 眼看着战火四处燃起 郝志平下定决心要为抗战 空险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于是他和几个进步青年相约一同来到了延安 不久后 郝志平进入抗大深造 而当时的罗瑞卿正好是抗大副校长 因罗瑞卿没有关架子 在女生眼中很平易近人 由于郝志平勤奋好学 也引起了罗瑞卿的注意 一来二去 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结成革命伴侣 此后夫妻二人相伴几十年 大寿前时 郝志平被授予上校军衔 但如今已是96岁的老人了 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一说 王树生的夫人杨炬 杨炬 1921年生于湖北南章 父亲是一位教师 因此杨炬也是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杨炬读完中学时 日寇已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此时的杨炬 心中萌发出了报国的激情 他依然和同学不远千里 跋山涉水前往延安 毕竟艰辛到达延安后 杨炬进行了数月的军事政治训练 之后又被送去学医 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医生 后来杨炬认识了到延安学习的王树生 并在贺龙徐向前的大力支持下 很快就结婚了 有很多后来的开国将帅 都参加了王树生的婚礼 因战斗的需要 刚结婚没几天 王树生就率部吩咐抗日前线 两人一一惜别 在此后的时间里 两人经常分分合合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安定了下来 大受闲时 杨炬被受与少校军衔 后又进身中校 如今也是97岁高龄的老人了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